大家好,兰花是非常高雅的一种植物 养的花油是特别特别多的 那么在养兰花的过程当中 就会经常遇到一种病害 就是兰花出现了碳居病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兰花 它为什么会出现碳居病 第一个就是长期给它喷洒这个叶面水 然后又没有把它放到通蒙透气的位置 最终就导致了这个兰花 它的叶片出现这些碳居病 碳居病就是它的叶片上面会有黑色的斑点 看起来会非常的难看 最终就会导致这个位置出现枯萎 那么还有第二种原因 就是养护这个兰花的位置不够干净 总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啊 一些病菌啊 这样就比较容易导致这个兰花沾染这些病害 比如说我们放的位置非常的潮湿 而且又非常的阴暗 这些地方养护出来的兰花 它患碳居病的可能性就会要大上很多 所以呢我们养这个兰花 最好是要把它摆放在通风透气的位置 那么兰花它长了碳居病之后 应该怎样去做处理呢 兰花碳居病大多数呢 都是由这个细菌感染而引起的 如果处理的不好 它会以这个叶片为中心点 然后呢四处扩散 别的叶片呢也会逐渐的感染上这个碳居病的 给它减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因为兰花它的叶片生长不易 如果有一些病害就减掉的话 整盆兰花最终都会没有叶片 我们直接给它使用这个 乐器养护套餐里面的这个小黄瓶 也就是这个密菌脂来给它做处理就可以了 把它兑水2000倍左右 对着它这个患有碳居病的位置 去给它喷洒就可以了 三天喷洒一次 那么喷了三次之后 就可以让它停止蔓延 然后里面的细菌被杀灭了 它就不会再继续去扩散了 如果你家的兰花也是出现了这种叶片斑点 一定要重视 它刚开始的时候进展不会很快 只是一个个的小黑点 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处理它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